港股作售美股急跌而回落近百點 但跌幅溫和 內險板塊獲資金追捧表現較佳 中國財險2328 獲大行唱好儀表現突出 市場已消化福建 經遵棄受颱風影響引致索賠增加的因素 可順勢跟進 中國財險為央企 在港上市20周年 於內地提供多種財險產品 包括機動車輛保險 企業財產保險和家庭財產保險 亦提供貨物運輸保險和責任保險等 大摩發表最新報告唱好 中國財險在未來30日股價會上升 該行表示 公司股價最近出現回落 市德短期估值更具吸引力 颱風襲擊廣東、福建和經遵棄等地區 引發了對公司索賠增加的憂慮 目前經遵棄暴雨的索賠金額 預計約為2億元、人民幣、下同 雖然實際索賠金額仍未確定 但該行認為 集團準備工作改善和風險管理 應該會對其有幫助 公司2022年和2021年的 巨災索賠損失總額約為80億元 相信損失應該受控 該行指出 集團上半年綜合成本率 符合投資者預期 並有望達成全年目標 該行認為 中期盈利和巨災索賠損失受控 可能成為股價近期上升的趨化劑 得力於中央大力促進新能源汽車消費政策 以車險為主要保費收入的中國財險 在上半年業務維持良好增長 集團公布 上半年原保險保費收入累計達到 309.3億元 案年增長8.8% 當中機動車輛險原保費收入近1359億元 案年升5.5% 意外傷害及健康險原保費收入達724.47億元 增長5.2% 而農險值增長20.1%至440.88億元 外資基金看好中國財險估值回升 反映內地經濟下半年持續復甦前景獲認同 從而大車險等保險業務增長 在6月中旬 作為財險長期投資的美資基金貝萊德 公布在6月16日於市場增持4441.85萬股 每股作價9.664元 港元、夏同、涉資4.29億元 持股權增至6.42% 資料顯示去年12月底子 背來得持股只有1.97% 中國財險作收報8.77元 升0.30元或3.5% 成交2.96億元 該股作重月10天線 並站於20天線之上 有力上市50天線的9元水平 現價市盈率6.47倍 息率預錄離 市賬率0.82倍 估值不貴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定條下半年提振經濟信心 活躍資本市場的利好氛圍下 財險股價進一步回升贏面大 順勢吸納 上岸9.5元水平 跌穿8.40元指洩